海盜主場與大都會展開四連戰 先把投手眼鏡俠Mance Worley 監管第二局一兔交易亂流 雷槍有的情況之下 被Rubin Terhada 挑出了穿越三友間的安打 而雷槍和Bobby Abreu很貪心喔 跳過三連之後還想喘本壘 結果被左腕演手Jaz Harrison的 雷射尖美技傳球 刺殺在本壘之前 殘忍います 我說Abreu 40歲的活龍 真的沒有必要這麼拚啊 雷槍的大都會措施先持得點的機會 當主任海盜在三局下半 到處靠著菜鳥 Gregory Polanco的內野滾地球 率先打破鴨蛋了 只是主場的球迷高興才沒多久 Lukas Dutta馬上硬生生破了他們一盆冷水 左外野方向的平射炮 剛好就在標桿內 飛入了拳打大牆之外 狂 轉眼之間將敵數給追平了 不過來到四局下半 戰局再度出現變化 海盜在一三連遊的情況之下 啟動了雙倒壘戰術 Eke Davis經關的一二壘之間 遭到夾殺出擊 卻成功互送了海賊王Andre McCutcheon 回到本壘攻下超前奔 透過慢動的畫面重播 投手球上的松阪大福 顯然只注意到一壘上的跑者意圖 卻不知道自己早已中了對手的 吊虎離山之際 抬到這一分 偷得漂亮 五局下半 海盜的攻勢再起了 六十二三連得連圈的機會 輪到經過活動的菜鳥 Polanco 只有一個外野的飛球就可以賺打點 但Polanco很有志氣 我不要飛球 我要紅布浪啦 最後打到了右半邊 還在飛 還在飛我的媽媽咪啊 這是一支三分打點的槌打 這位海盜的超級菜鳥 至六月十號被扣上大聯盟之後 已經連續十六場比賽都有安達演出了 今天又是三隻了 個人包辦了四分打點 感覺海盜隊又挖到寶啦 隊友打擊力挺 投球上的Wordy是越投越太近 這場比賽七級投球僅僅丟掉一分 這場是勝利投手的候選人 主題上半 大都會就有反攻的機會 Eric Campbell 基層的內野滾地球 而那一種Neworker推到草地邊緣 接到球之後傳一壘來得及 也成為這場比賽最後一個出局數 最後海盜的就是以5比2打敗大都會 最近六場出賽 拿下五勝